大悲为根 大悲是从相上讲的 它是什么样子 大慈大悲 这它的样子 所以佛教 最简单的 表法 有人问 什么是佛教 诸是大佛的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这就是佛教 慈悲 是舍智 真实智慧 方便是全职 善巧的运用 没有一定的方法 活的 因人因死 因时因处不一样 千变万化 都用得非常巧妙 把你问题解决了 另一切众生 皆大欢喜 也叫善巧方便 就是全职 行者发悲悲 把众生苦 以余乐 把苦是大悲 余乐是大慈 要知道 大慈大悲 是我们的真心 佛福道同 一切众生 统统都有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每一个众生 都有 所以 佛说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现在为什么没有了 变成自私自利 你迷失了自信 你现在用的心 是阿赖耶 忘心 忘心里头也有慈悲 是有条件的 佛经上讲 爱缘慈悲 你爱他 对他有慈悲 你不爱他 就没有了 扩大一点 叫众生缘慈悲 这人心量大了 老无老 一切人之老 幽无幽 一切人之有 这心量扩大了 跟我没有关系 我也爱他 真心爱他 真心帮助他 这个慈悲性扩大了 菩萨教发源慈悲 比这心更大 不但爱一切人 爱一切众生 六道众生 多爱乎 花草树木 多爱乎 山火大地 多爱乎 这就越扩越大了 到如来 果地上的 大慈大悲 变法界 虚空间 全在其中 他看 整个宇宙 发界 是自己的发生 就是自己也提 舍方三是佛 共同也发生 一心 一智慧 列无为一人 这道究竟圆满呢 究竟圆满就没有分别了 没有执着了 愈望上提升 他就越大 心量大才能解决问题 心量小的时候 虽然想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 感谢观看